剛才司長最後都說了 四月之後就不再被友善 是很明確的 4月之後是不是? 到今年的4月 剛才司長一直說 其實一直都沒有回答到 其實我們現在之後要怎樣做 最後才說到要怎樣做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接近 剩下三個多月了 公眾諮詢等等 這些都沒有做的 其實剛才一直都沒有回答到的 現在也拋出一個就是說 四月之後可能就不讓其他公司 會給一個公營的公司做 這裡也都有一個報告 也都建議政府經營基本的電視頻道 這個我想社會都很關心政府究竟是甚麼取態 未來的基本頻道究竟有多少台呢 是否可以恢復以前歷史 以前看開的一百多台 給一些老人家多一些節目看等等這些 政府在這個時候都說了究竟何時 包括這個諮詢何時呢 我想等一會司長再詳細介紹一下 為甚麼四月份之後要怎樣做 或是真的為甚麼不再給油線 會給一個公營的 我想公眾都很想知道 最重要都是市民最主要的 包括剛才所講的歷史問題 我想市民最關心的 我有沒有這麼多電視台看 這個才是最重要市民最關心的 多謝 各位 各位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